大家好,发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种植的农作物特别容易养虫 尤其是在田间栽种没有预防好病虫害 那么像我这些冬瓜呢,发现有两种害虫 一种就是牙虫,第一种就是浅叶云 这两种虫害防止速度虽然慢 但是呢,我们没有做好预防或者是给它进行杀虫的话 就会侵害整个脊柱的生长 给大家看看底部的叶片全部遭一些浅叶云来糟蹋 因为浅叶云最喜欢侵害叶片的叶幼 我们呢,就要以预防为主 现在呢,不是很严重 像这种情况呢,我们要及时的防止 不然呢,等到严重整个叶片都会出现干枯的现象 还有发现叶的背面也出现了这些牙虫 牙虫防止速度非常快 而且啃食的叶片呢,也是非常厉害的 这些叶片一旦被啃食了就变成这个样子 导致整个脊柱无法正常生长 那么像这两种虫害我们要如何防止呢 我们就使用一些针对性的药物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像我们家的农作物预防虫害 都是使用这种盐浴养护套餐 里面有杀菌的杀虫的 那么杀面牙虫的话,我们就使用这种 它是专制牙虫浅液云等等的这些虫害有效的杀面 对症杀药才能要到病除 其四天使用一次交替使用 不管是防虫防病的都有效的救治好 好了,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